欢迎再次观看900新闻 现在是马来西亚当地时间3月21日 有关马来西亚冰城成都茶室世界 当地媒体在采访该业主时 该业主向媒体谈言提到 经过这一番事情 我本人会觉得身为一个咖啡店的店主 我还是会坚持我的言则 但是我尽量不会得罪本地客人 就是马来西亚人 因为我放上网 那个是外国人 我已在我的专线上说过 就是中国人来的 所以多番话也不说了 只是我们做生意都有一个原则 一个准则 所以我的原则就是 我放在那个收费一块不叫饮料 是在保护我自己的利益 希望大众明白 希望你们网民明白 再说你们明不明白 也不管我是了 说难听一点 就是我在这边做生意 我都没有骚扰到别人的生活 别人来这边影响到我的桌子和我的座位 所以我坚持我的原则 我不觉得有问题 只是希望你们通勤打理一步 就是有些废话就不多说了 应该说的说 不应该说的不要去说了 那些抹黑我的人 我相信你们应该会受到法力上的制裁 我会去举报或是去投报 叫律师告你们诽谤 就这样简单 希望这段事过后 就不要再说什么不好 听到话 大家都是冰城人 都是华人 有些话我也不要说的那么绝 这么不雅听 就是我有我的原则 就这样子 不管你们喜不喜欢 我也是有我的原则 你们可以看看报章写什么呢 就是不要凭我一个人的说法 有报章看法 他们会说出一个公平 公平的那一些说法 就这样子 谢谢 继续有关此事 马来西亚当地媒体《中国报》 在今日的报道中提及 成都茶室业主在日前 因为一位年长者 在自家店里不点饮料 因此将年长者进行拍照 然后放到Facebook上公开 并且配文字资讯写到 他要红 我们给他帮他一把 他看得懂本店有告示 字有写着 薄利多销的意思 所以必最低消费一杯饮料 但是他就是不要点饮料 他说我们可以赖他如何 没关系 我们就帮他成名在网上 给他家人朋友 看看他这个烂样 我们再次谢谢 所有明白事理 何来本咖啡店消费的 顾客和朋友们 有此世界 引发当地民众评论提及 业主太小气 做人太嚣张 欺负老人家 继续有关成都茶室 马来西亚当地媒体 东方日报 在今日的报道中提及 成都茶室 是已有71年历史的老字号 除了游客之外 很多都是老顾客 其他摊主也明白事理 没有在这起事件爆发后 向他追究 hoffe照片的报道中提及了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最终的支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daar 去赞 于米洛大缓